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情报当中没有证据证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或他的重要干部涉及这件事情 但也没办法证实幕后黑手是受乌克兰政府官员的指示 所以就是一群义友兵 然后呢就完成了如此伟大的深海的 然后神不知鬼不觉的炸北溪一号二号油管的这个事情 这是不是太 我这六个人应该比捍卫战士更捍卫战士吧 当然他说明着因为报道里面啊对这六个人的角色分工 两位潜水员两位的潜水助理还有医生 但是他们到底是谁不知道 对他们的他们的职业知道 但是不知道他们的身份 都已经知道他们是怎么分工的 然后说呢找到了他们租的那艘的游艇 那艘的游艇是波兰籍的 然后在船上呢找到了火药的遗迹都已经讲到这个样子了 可能六个人到底是谁呢 不知道 因为知道就就穿帮了嘛 好那这条新闻在这时候出来 我们讲认知战了 认知战通常的操作呢 就是两个两个目的 一个呢就是平衡 要平衡什么 平衡不久之前呢 那个呢普利斯奖得主 他的那一篇的内幕报报道 西蒙赫许 对 那这塞门的这这篇的这篇的报道 因为是塞门 大家知道呢 他的他的新闻的操作的严谨度 而且他摆在自己的网路上面 而且他在告诉你就说 你们不要急的去否认我的新闻 后面还有 OK 所以因为呢 因为塞门在告诉你就说 我经过查证之后 我认为这是很可靠的 所以我让你知道 就是美国为首 然后呢 挪的挪威很兴高采烈的跟在后面 就是潜水员是美国潜水助理是挪威 他们一起就把他炸了 因为你想看六个人 不管你你亲乌克兰亲到怎么样的程度 你要具备那种的能力 六个人行动 而且两条管线是有点距离的 你要能够把两条管线的先后先后炸了 而且那个爆炸的威力炸到你今天 潜水一看了之后呢 你连修都懒得修 为什么他可以办得到 所以我说第一个他要他要平衡 第二个他要误导 要带带带风向 我说所有的认知战呢 就是要平衡 平衡前面的一些对我不利的新闻 那个要误导 把风向的带到另外一个方向去 但这个方向会不会太瞎了 这个比那个 就跟那个2008年的时候 那时候说陈水扁的那个国务机要费 然后是南向 南向专案 对 的机密 一样的瞎啊 对 可是可是你瞎瞎归瞎 可是有媒体愿意配合他带风向 用三个版啊 纽约时报再加上时代周报 对 我说在在在当时呢 陈水扁那个案子是自由时报 自由时报用了用了几个几个版 大版 而且之后还不断的加码 你拿纽约时报来跟自由时报来相比 我就说带带风向的那个逻辑是一样的 就因为呢 这件事情 程度可能一样 对 当当塞门呢 塞门的这个报道出来了之后呢 因为急着呢 想要想要想要否认 那仗的面红耳赤 可是呢 又不知道怎么讲的是美国 嗯 美国美国知道大家都怀疑 因为这指名就是你啊 那美国的想要否认 可可是他觉得说除了你还有谁呢 所以美国的否认变得很无力 那就带风向带到就就是呢 让美国可以出来讲 讲说这件事情 跟我是没有关 有关系的 无非就是要把这个风向从美国身上转移出去 那风景讲的对了 这么瞎的讲讲法 这么的片面 连角色分工都有 但是这六个人到底是谁不知道 而且请美国跟北约支之力 你会查不到那六个人 嗯 那六个清雾人人人人士你会查不到 你即使到俄罗斯去暗杀人呢 我都相信你美美国是干得到的 为什么你会你连你连的北京呢要要卖自民性武器呢给给俄罗斯在考虑对都知道你都知道了结果那六个人角色分工清楚怎么炸的清清楚楚结果那六个人你找找不到没有道理吧你北约你美国在你境内呢在那么敏感的水域发生的事情你会不知道所以无非就带风向那会有谁信 信者很信不信者很不信 他的逻辑就只是这样 他就只是要有一套的 你觉得会有人信吗 呃就就像呢 秋秋秋菊打官司里面的那套的名言一样 就是就是最后我只能很不耐烦的就说 好那反正大家就鬼扯吧 那你就给我个说法就好了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就要回头去看 肖之防美这件事情 俄罗斯是不信的 俄罗斯当然不信 不要讲俄罗斯不信你信吗 德国也不信啊 德国也没接受至少他没有 他没有公开说信或不信 但他并没有公开接受这样的说法 对他对这件事情还是不予自评 嗯 嗯 那呃而且强调说 他们还在调查中 德国丹麦瑞典哦 这三个是调查国 因为德国是受害国嘛 俄罗斯也是受害国 那这个被炸的地点 他距离最近的就是丹麦跟瑞典 丹麦跟瑞典的国力 军力其实是蛮强的 你要说无敲无席的 然后只有六个人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 嗯我想丹麦瑞典他也吞不下去 嗯 因为你太小看了我们好 但是呢你就回头去看 萧姿来匆匆去匆匆的去访问北 嗯 那个华盛顿 就短短的跟拜登见了一个小时 没有记者会 没有联合声明 没有公报 然后什么都没有 他既没有带幕僚 也没有带部署 嗯 也没有带一些的企业界 而他也 他甚至于没带记者 对 然后就来了 然后人就走了 其实说穿人就是不欢而散 嗯 那到底谈什么 因为 有很多种猜测啦 有人猜测说啊 军援乌克兰的这件事情 是不是要谈一谈啊 这样 好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 另外一个猜测 像郭正亮他的猜测 是认为说 就是要去 要求德国 要把话塞到德国里头 的嘴里头 然后要德国说 中国大陆正准备要 军援 嗯 这个俄罗斯 俄罗斯 就没想到呢 萧姿回到了欧洲之后呢 就立刻说 中国跟我保证没有 嗯 他不但不照美国说法 他反而是照着 这个中国大陆的说法 好 然后呢 可是这可能是第三件事情 嗯 就是要 德国把北西 是 亲乌克兰小团体 所炸的这件事情 吞了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存在 对 因为 萧姿访美这件事情 当然非常诡异 因为在萧姿之前的时候呢 马克龙去了 马克龙 马克龙访美呢 是是带带着欧洲 欧洲方案来的 那想要跟美国 嗯 重新谈出一个呢 隔着大西洋呢 美欧可以平起平坐的位置 那美国给他的是国国事访问的规格 基本上面是很不开心 但是很高调的 可是呢 萧姿去的时候呢 开不开心 我们不不知道 但是低调到呢 几乎人都看不到 嗯 这跟呢 这跟去年 当整个G7 整个的整个的欧洲国家 压着萧姿 不可以到北京 可是北京 建的 萧姿坚持很高调的 专程到北京 24小时就就回去 带着12个企业界 我说耶稣带着12门 门徒 到北京 然后呢 到现在为止 他到北京呢 所有达成的承诺 以及北京呢 跟他说的话 你看起来萧姿是深信不疑的 嗯 我们知道他回去 没多久 隔了一个礼拜 他又来到亚洲呢 参加G20 所以他那次是专程 而且呢 是 不是国事访问 但是很高调 很公开 相对于去美国来讲 这么的低调 这么的压抑 而回来了之后呢 也没有透露出 你到底跟拜登谈了 谈了什么 那 北溪二号的是事情 德国到现在为止呢 就就是 他不想吞下去 他心里面显然 有很大的愤怒跟委屈 那他又不能够讲出来 讲出来显然会伤到一些什么 那俄罗斯当然就很简单讲说 这么这么鬼扯的故事 你也要我们信吗 怎么可能呢 六个人 然后呢 就这样子就把这东西炸了 你把我俄罗斯当什么东西 把德国当什么东西 德国跟俄罗斯 这种东西 你要来骗我们这两个国家 会不会太扯了一点 至于呢 瑞典跟丹麦本来就不可信 因为呢 就三门的报告里面 这两个是帮凶啊 基本上面呢 就只是来淹灭证据的 他们就是事前知情不报 事后淹灭证据 用一个假调查 好像这两个国家来调查 调查完了之后 什么都没有讲 那就是淹灭证据嘛 帮忙也掩护呢 犯罪者呢脱离现场而已 所以这四个国家 基本上面大概就是呢 北溪二号的共谋 那德国不买单 他就是一个很大的变数 接下去呢 下一个重点就是看 那马克龙到中国的时候呢 会谈出什么 本来说是点桥 近期间 是点桥 转一号 这两个人 但是 我关心 你可以